刚才说了一下 Windows T圈和Linx T圈 Linx T圈刚才已经演示 想给你们演示一样的大码 怎么把那个Shell反弹回来的 没有看到 我这边系统出了点问题 没事 等我调好了 咱们下回演示一下 视频就看见了 好吧 只是一个效果而已 你要明白反弹Shell 反弹回来一个Shell 这是我们的一个理想目标 对吧 然后反弹的Shell 提前之后 是直接可以用提前之后的效果的 提前之后的效果的 然后WebShell是不行的 来 紧接着我们来说一下 数据库前线提升 数据库前线提升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基于数据库的 一些漏洞或者功能 来对操作系统进行提前 数据库本身是不是 自己有自己的连接用户和密码 注意了 数据库自己的连接用户 用户名和密码 只是人家自己数据库这个软件的 但是我们现在要通过这个软件 来提的是操作系统的权 也就是你创建的是操作系统的 超级管理员 用户 好吧 这样来提 提的是操作系统的权 注意了 那么你想通过数据库 来提操作系统的权 那么你首先要连接上他的数据库 基于数据库来进行提前 就有时候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说 这样的 我们找到这个系统 好像没有什么漏洞 我们直接连接这个系统 去搞事情的时候 就是我直接去连接他这个系统 他可能比如说 3389我们张口没有开 你是连接不上他的 或者是说 你直接找通过漏洞来攻击他 你也拿不下 反正在这种情况下 你发现通过信息探测 你发现他有一个买搜数数据库 他这个服务器上 是有买搜数数据库的 对吧 那我就可以通过买搜数数据库 来想办法 把他的操作系统拿下 好吧 所以说你要拿下 先想办法通过数据库 拿下他 然后再去开他的远程桌面 再去连接 对不对 远程桌面没有开 没有关系 不代表他的数据库连不上 远程桌面 也没有开 只是他3389端口 没有开放 好吧 但是MySQL是3306端口 两个端口 所以说MySQL呢 也是我们辅助提权的 一个功能 一个弱点之一吧 突破口 对 数据库也是一个突破口 控制对方操作系统 突破口 来 那首先的话 你得先 想办法 获取到 目标的 MySQL的连接 用名码 那怎么会获取到 怎么会到 那前提 提权的前提 是你已经拿到了 一个webshell 这是提权的 咱们一个前提条件 咱们拿到了一个shell 好吧 在webshell上 提权呢 咱们也学了 很多种手段 Links Windows的 对不对 那如果说Links系统 或者Windows系统 我们之前学过的 那个提权手法 提不了全了 怎么办 那你发现 它有数据库 你也可以积用数据库 来提权 好 来我们看 比如说我现在 就直接拿菜刀 比如说咱们去 拿下一台主题 菜刀拿到的 就是webshell 就是webshell 菜刀 拿到的是webshell 菜刀 一键 并歇 都是webshell 找到咱们的webshell 两个菜刀吧 这个是不是可以拿下 哪个主机 把机这个主机啊 18.4 看一下把机这个主机 是ASP的吗 ASP的 这还有木马P的 ASP 我想我想一下 我想一下 我想一想 我想一想 咱们这个IS 部署的网站 没有myshell数据库 对吧 没有myshell数据库 我们先演示一个 myshell数据库的提权 那就攻防这个主机吧 攻防这个主机 是不是myshell数据库 对吧 PSP study部署的网站 好 啊 啊 来 3w 这里面有木马吗 没有 找一个木马 同学过来啊 我创建 有 嗯 叫木马吧 两贴是屁 皮皮的一句话 吗 怎么起来的 皮尔皮 一 一 一 括号 二 到了 host 括号 里面写个密码 嗯 13 可以吗 写完了吗 保存一下 然后打开链接工具 看下笔记 记者啊 1827 1827啊 然后还有什么来着 这个可以关了 然后你的皮尔皮 打几地运营起来啊 对不对啊 皮尔皮 撒几地运营起来啊 这个是 这个是吗 2018 对 我用到2018现在啊 皮尔皮撒几地 2018 对一个单 是不是一个单口 是决定它里面服务 它阿帕奇 MySQL 默认单口都是一个 所以说你只能开一个 除非你 你如果两个动向启动的话 你就得开两个 不同的 对 然后程序之间 它也有冲突 所以说 就启动一个就够了 对就启动一个 好 然后连接一下它 再提一下以后 笔直 1922.168.18.27是吧 下边有个木码 木码 点贴 匹匹啊 密码123 点击添加 这个吧 嗯 双击 是18.27吧 18.27没错 木码点贴 这个木码写错了吗 到了Post 打开一键试试 嗯 嗯 18.27是吧 18.27木码点贴 HP 密码123 测试链接 没有链接成功 嗯 嗯 等会儿啊 我看看 看看这个木码 哦 少个圈 木码写错了 少个这个是吧 再把团圆啊 再打开菜道 行不行 你一句话木码都会写你啊 哈哈哈 哎 还是还是没写对吗 算了不要为难我自己了 那少个 少个分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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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代码写错了啊 少个分号 少分号 再试试啊 我 我 还放飞 哈哈哈 一二三 我刚才是没保存吗刚才 我家的风法但是没保存啊 我告诉你怎么回事的 我看着他发完节目 然后你再让我呢 那不要搞发事的 好了好了好了 连上来了啊 连上来了 连上来了 连上来以后咱们 要干什么来着 找他的买4个数据库的连接一封密码 是不是 连接上他的数据买4个数据库 然后进行期权 然后怎么找他的数据库啊 你现在只要拿到了webshell 你其实是可以查到 他的各种信息的 比如说 只要他下面的网站 咱们 比如说你看到了皮卡丘这个网站 你看一下皮卡丘这个网站 皮卡丘这个网站 他肯定是和数据库 他的代码肯定和数据库 会建立连接的 他数据库里面拿数据 交通交互数据 对吧 然后在他这里面 会有一些配置文件 配置文件里边 会写着咱们数据库的连接密码 点开他 config.inc看到吗 打开他啊 正常理想的话 我们是右键把它下载下来 然后打开看 对不对 那我们就正常情况下来看 我们就按照正常法式来看啊 下载一下 时间下载过 这不打开了吗 看着了吗 root root 这就是连接 MySQL数据库的连接密码 就是皮卡丘这个网站使用的连接密码 有了吧 有了他以后 我们可以干什么 就是有了他以后啊 我们就可以去连接这个数据库了 连接数据库 那么除了在这看 在P这文件里面看之外 还可以去哪看呢 其实在数据库 MySQL数据库当中啊 他专门有一个 优责表 里面是存着 不是一方没省 可是急着一方没省了啊 急个不容易啊 来咱们看 在这个 MySQL工具 MySQL定论行这个地方 进来 root 然后收databases 回车 在这里面看有个叫MySQL数据库了吗 这个库里面存着咱们的用户信息 所有的MySQL用户的信息 在这useMySQL 然后shortables 它里面有个user表 看了吗 这里面存着 我当年MySQL数据库有多少的用户名 和密码 也就是多少用户名密码可以连接我这个数据 啊 连接我的数据 啊 怎么来看 select 啊 select的星太多了 他的字段很多 你看 他字段很多 啊 有很多字啊 但这里面有 你看有user 用户名 password的密码 看了吗 这些字段都有 只不过他的密码是加密的 看见没 对 MD5值 然后我们拿着MD5值写明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现在我是在每人家目标主机上数据库是看的 对不对 如果说你在公机主机上你看的时候啊 你怎么来看呢 你在配置文件里边你是看 你在网站的某些配置文件里边你可能看到这个连接用密码了 那么如果没有没有看到怎么办呢 他们这个网这个没有网站 没有看到啊 只有一个数据库没有网站 那我们就需要干什么 找到数据库的存放位置 比如买所有数据库 他的 我说过 买sirco数据库里面的库就是文件夹 里面的表就是文件 看着 点开这个data 然后下边 比如说某某数据库的 皮卡丘数据库的 这个mysirco数据库的 下边你看 mysirco数据库的优质表里面是不是存着mysirco的所有用户 对吧 这不就是一个个的文件吗 看了吗 这个里面 一个是表结构文件 一个是所有文件 一个是数据文件 它也是 它是三个文件组成的一张笔 但是它的数据都在这个文件里面存着的 叫myd 好吧 看到 右键下载一下这个文件 还是下载的桌面 下载完了之后右键 note拍在家打开它 来 来看 看 看这了吗 看这了 root用户连接密码 看见没 看root用户连接密码 是吧 看到了吗 在这个地方是也能看到的 拿着它是不是去撞Google 对 下边还记录了一些 什么日志信息 登陆失败 登陆成功的日志信息 不用管它 没事 行 在这是不是也能看到 mydose数据会的连接用户密码 虽然说它是密文的 但是我们可以去解密 不是解密 就解密 虽然说叫撞库 是吧 虽然是撞库撞出来的 也叫解密 行 那拿到了 连接用户和密码以后 我们现在就能连接这个数据库了 连接这个数据库 就可以执行咱们的 在这 比如说我在这 菜刀这个地方 翻回来 就像这有一个数据库管理 看了 点击数据库管理 在这个地方 点击它 点击 点击配置 你就可以配置一个 不是 就用它吧 选择它 在这个地方 就可以配置连接用户和密码 你就可以通过你的这个website工具 直接去连接 目标主机的这个 数据库 数据库 连接哪个主机 Lowhouse的 就是这些参数是你设置的 为什么要设置这些参数呢 其实因为连接一个数据库 比如说连接MySoul数据库 我在这 终端连接的时候 是不是在这命令行 然后直接入它就进来了呀 这是人家phpstudy 帮你做的一个简化过程 让你输入一个密码 就能登录 但实际上 如果远程想连接这个MySoul数据库的话 你需要执行的一个完整指令 是什么样的 连接指令是什么样的呀 是这样的 看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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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输入MySoul -U 指令用户名 -H 先指令哪个主机 -H 指令那个主机 192.168.18.18.27吧 18.27 当然了你连接自己主机的 你就Lowhouse的 你连接别人远程主机的 你就得用这个IP地址 好吧 -H 然后加一个 -大P 加钻口号 3306 这是完整的连接指令 -U 你用的连接用户是什么 Lowhouse -P 连接密码是什么 123 然后回车 Lowhouse 回车 Lowhouse 本机不能用差连了 127 -0.0.0.1 看到吗 这才连接了 好吧 这是一个完整的 连接数据库的指令 OK吧 所以说你看 在这 他让你设置这么些参数 说这个是 你连接什么数据库 我就连接MySoul 写这个名字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地方 就是写你连接哪个数据库 那个APP地址 好吧 下面这个就是写连接用户 在下边 这个是写密码 好吧 他有一个默认的 密码 他没有让你去写端口号 他就采用的默认的3306端口 好吧 root 是不是root 然后点击提交 就连接成功了 但是有人说 这为什么写的是Lowhouse 我先看一下 有没有连接成功 然后点击 连接成功了没有 这个他所有的库 你都拿到了 对不对 那为什么说 你这个地方写Lowhouse 就行了 为什么写Lowhouse 就行了 所以菜刀已经连上它了 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那一句话木马程序 已经在目标主机上了 你现在相当于 给你的一句话木马程序 发了一个连接 他自己那台主机上的 某个数据库的指令 当然了 他用Lowhouse 是不是就可以了 明白吗 后面我们还会用到一个提前工具 那个提前工具 就属于远程去连接 人家的数据库来进行操作 那上面的App地址 就不能写Lowhouse了 好吧 现在因为这个木马程序 就在目标主机上 你让那个木马程序 帮你去连接数据库 或者数据库的所有数据 人家的连接 是不是就在本机连接 就用Lowhouse的就可以了 好吧 温时的CMD连不上 刚才那个 连不上 刚才一事 现在是不是要写 我给你连一下 192.168.18.27 是目标那个主机吧 然后杠什么 达P3306对不对 -U ROOT-P123 什么123 MySQL 首先你这个 电脑上没有装MySQL的客户端 这是一个点 就是你没有MySQL的连接客户端程序 这是一个点 再有点为什么连接不上 因为MySQL的默认ROOT用户 是不允许连接的 不允许 其他的主机 远程主机 用ROOT用户 远程连接数字库 这是MySQL默认不允许的 所以说 如果想远程连接 MySQL数字库 需要 你想远程连接它 你必须有个用户名称 对不对 它必须给这个用户 设置一个 可远程连接的权限 你才能用这个用户 来远程连接数字库 MySQL的用户 默认是不能远程连接的 好吧 所以说即便是装了MySQL 客户端 你也是连不上它的 默认是不如让你远程连接的 但是你看 你用这个木马去连接的时候 它是远程连接吗 建立连接 不是远程连接 没有 哪已经建立连接了 你说的 什么建立连接 我没看到 对啊 连接上的是那个 一句话木马程序 而那个一句话木马程序 对 就相当于已经连接上它的服务端了 因为它就在那服务端那边存放着呢 是不是 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啊 怎么蒙了 来看 看着啊 这是你的攻击主机 这是目标主机 好吧 你现在要连 比如说你通过你的目标主机 你现在啊 在菜刀上 你发现了 它的数据库的连接用户和密码 好吧 拿到了个root 用户root密码 是不是啊 你现在是不是想连接上这个数据库 通过这个数据库 来进行 来操作行程提权啊 你要基于数据库来连接 来提权的话 现在啊 咱们首先要连接上数据库 怎么连接上这个数据库呢 那么咱们说 如果正常一个主机 正常的一个主机 在连接数据库的时候啊 它需要干什么呀 输入一个完整的指令 对不对 啊 matsycle 杠 H 指定一个 这台主机的FD纸 对吧 FD纸 然后杠 大P 端口号 端口号 然后杠U 你用的是matsycle哪个用户 啊 然后杠P 小P密码 这是完整的连接指令 啊 但是 在matsycle数据库当中啊 它不是在matsycle数据库当中 有个优字表吗 优字表里面 是不是记录着咱们这个 呃 哪些用户可以连接 这个是matsycle 其中root 是不是默认的一个用户啊 默认有这个用户 但是root用户啊 本身 不能 啊 本身啊 不能远程连接 使用 不行 你就给它授权才行 啊 所有的用户 包括入所在内 想让它远程连接 必须授权啊 必须授权 才能 用于远程连接 行吧 怎么授权 就那么grant 授权啊 就能给它授权 授权之后 你就可以 这个地方 另外一台主机 就可以用这个 root用的远程 等于你了 连接上你的数据库 进行数据操作了 好吗 是这样的啊 然后的话 如果它自己 本级的某些程序 和它进行的连接 是远程连接吗 不是 是本级程序的连接 不叫远程连接 远程连接 就是非本级的 另外一台主机的 就叫远程连接 现在本级的 不叫远程连接 而你现在的木马程序 是不是就在它本级了 你现在是给你的木马程序 发了一个指定 去连接它本级的数据库 它就连接了 把数据库里面的数据 拿出来 然后在这又给你展示一下 反映给你了 所以说谁连的 是它连的 木马程序连的 是人家 你已经放到目标 主机上的木马程序 和它连 不属于远程连接 所以说这个地方 你看你设置 App地址的时候 你就可以用localhost 你还可以用root 用户去连接它 就是因为它是在 本级连接 好吗 怎么这样呢 好 明白这个过程之后 点击提交 现在我们是不是就拿到了 这个数据库的数据 对吧 这就是连接上了 然后的话 看一下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就可以 这样了 怎么样 看一下 先给大家利用一个工具 这个工具叫做 在这了 买四个数据库 综合利用工具 在我的 我在我本机 应该是给大家放了 稍等 在工具当中 有一个 四口连接吗 四口连接 没在这 来 咱们实际上找一下 满四口 找一下 让它找一下 他 走着 我再去打 可以 一会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哦 来在这工具里边给大家放了啊 在UDF 起向这儿了啊 在这儿呢 MySQL 工具就是它啊 打开 好我这工具不是打开了吗 在我本机打开了啊 物理机打开了啊 然后现在咱们来看啊 我要提拳 我要提拳 咱们来提 首先要连接上目标主机 目标主机 168.18.27吧 root用户root密码啊 是吧 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了吧 哎 通过wifi我已经获得到了 然后现在点击连接 先连接上去 然后他说他说尝试连接 连接 连接失败 不让连接 不让人连接的原因是什么来着 顾的 是不是就现在不让你远程链接啊 哎 怎么办 想办法让他能远程链接 让如此用户允许远程链接 对不对 那怎么让他允许远程链接呢 我们拿到的就是webshell 通过webshell帮我们去执行授权指令 啊 来 授权指令在上面呢 哎 我们授权指令 就这个啊 但是我那文字呢 别让我手瞧啊 注意 在上面呢 在上面 在这 看这句话了吗 grant all privileges 受所有的权限 将所有的数据库的权限 操作权限 复制给root 然后后边 at符号加的这个 两个引号中间写的这个百分号 就是允许所有app地址 以root用户来远程连接数据库 明白了吗 就这个百分号的意思 如果这个地方单纯的写了一个app地址 比如写了个192.168.18.11 那么 这个root用户 只能在这个app地址所在主题 能够远程连接这个数据库 明白了吗 好吧 这正能理解 对了 好 把它拿过来啊 然后在这 在那个我们拿到的那个webshell上 先把它执行一下 执行 执行 执行四个语句就在这执行 Ctrl V 把那四个语句放在这 没有围上来 复制 Ctrl V 过来了吧 看到 当我们点击执行 执行成功了 这不刚进去执行成功了吗 四个语句执行成功了 但是呢 现在这个句话执行 这叫授权动作 授权动作执行成功以后 一定要刷新权限 不然的话 它不能及时生效 刷新权限 Flash Privileges 在这 复制一下 然后再把它拿到这 Ctrl V 再执行 是不是有执行成功了 然后执行成功以后 我们再过来连接 看到 走 咱们不动了 我给执行成功了 重新打执行 嗯重新开一下试试啊 没反应了 这东西怎么老堂呢 算 去吧 192.168.18.27 哎 这有DFT全这个位置啊 192.168.18.27 然后root 然后链接 然后链接 呀 还是不让链接吗 ro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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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306 json json 我这种东西没有问题啊 这种东西没问题啊 1826 哎呦,我像虹 1827 1827,没错 嗯 大家要抽一样啊 操作完成 实行 我再去试一试啊 我再去 再在这执行一下那个指定啊 可能授权没有成功我再试试 授权成功直接连接没问题 我再去授权一下啊 我再去授权一下啊 先进入到 先进入到咱们的MySQL连接里面去啊 再来执行这句话 再来执行 刚才没有执行成功 刚才没有执行成功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我连接完数据库之后啊 他不是把所有的库名给我返回回来了吗 我并没有进入到数据库里面去 我只是看到了库名而已 我双击某个库 你才进入到了咱们MySQL数据库里的连接里面去 对对 然后再执行这句话 就执行成功了 好吧 然后紧接着我们再刷新一下权限 把它拿回来啊 按住V 然后再执行 这应该就没问题了 那我们再连接一下 如果再有问题大家休息一下 来连接成功了没有 这不就成了吗 成了以后啊 咱们就他告诉你 提权呢 他说如果你的MySQL 大于5.1版本 请把这个UDF提权简单跟大家说一下 UDF提权 UDF 是MySQL提权的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 提权手法 UDF提权 还有一个叫Mop提权的 这两个都是基于了MySQL本身的功能 先说UDF UDF提权 它基于的是MySQL提供的一种功能 并不是MySQL的漏洞 不是MySQL数据库的漏洞 是人家MySQL给你提供的一种功能 什么功能呢 叫拓展 叫用户自定义拓展函数功能 在MySQL当中 比如我们select 可以select说database 括号 是不是可以查看到当前数据库的名称 对不对 还有什么 查看当前连接用户 是不是 User 括号 加了括号的都叫方法 对不对 其实我们专业名词叫函数 叫函数 对吧 咱专业名词叫函数 然后 每一个函数 是不是都具备一个功能 你只要select一下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就能帮你提出来的处 对不对 那么MySQL 它就干了一件什么事情呢 开放了一份功能 这个功能 可以供用户自定义写一些函数 加到这里面来 那这样的话 比如说 比如说高匪写了函数 在某些目录下 MySQL就会自动加载到这个DL文件里边的功能 把这个函数加入到MySQL自己的内置函数当中去 高匪如果加创建的函数里面 它写了一些逻辑 这些逻辑是干了什么事情的 比如说 就是打印一下高匪 打印高匪 这样的一个信息 那这个函数 你不是放到了这个文件里面去了吗 你不是你把这个函数 不是写到这个文件里面去 它就是一对逻辑代码 是不是放在这个文件里面去了 这个文件 你只要放到MySQL的指定目录 MySQL会自动加载这个文件 并且把里面的功能函数 加入到它自己 MySQL的内置函数当中去 那相当于MySQL里面 除了user函数 database函数之外 又多了一个高匪函数 当你slag的高匪函数的时候 自动就会打印出来这样一句话 明白UDF这个功能了吗 叫用户自定义 函数 功能 想干嘛干嘛 这是不是为了方便用户 而设计的一款功能啊 告诉你们啊 这个UDF提权 包括MOP提权 现在还都能用 还都能用 还都能用 然后 咱们来看啊 那现在明白了这个事情 那有些人就搞事情了 专门比如说 他写了个高匪 比如说高匪写了函数 里面写的这个方法 不是什么打印高匪 而是干什么呀 比如执行操作训练准指令 执行操作训练准指令 当然什么是NetUser 啊什么什么 ADD 添加用户去了 如果这个函数 加载到了MySQL数据图当中 你呢 通过CircleUG 又调用下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里面的内容 是不是就是添加 操作训练准备 就完成了相当于提权动作 明白了吗 哎 就给操作训练添加一个用户 再给再把它加到管理员组里面去 哎 这不就是拿到了一个超级管理员用户吗 好吧 哎 这就是UDF提权的一个特点啊 然后我们他有这款工具 我们先拿着工具看一下效果 看一下效果 比如说找到目标主机啊 在目标主机 他在什么位置呢 你看他这个工具有提示的啊 他告诉你 如果说大于5.1 如果说版本大于5.1 啊 请在这个lab目录下 plugin目录下 就是这个目录 C盘PSP study 这个目录 下面一个MySQL 有个lab有plugin 找到他 3W目录下面有一个 返回 他下面有个MySQL 是吧 有个lab吧 lab的时候下面有个plugin目录 你这有吗 没有创建一个 plug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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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名称叫插件的意思 行 这个文件夹你创建好了 对不对 是不是创建好了 然后紧接着干什么呢 把这个目录 copy过来 然后放到这个来 放到这来 放到这来 然后注意他这个工具啊 不能识别这样的斜杠 他能识别这样的斜杠 把这希望给他调整一下 好吧 调整一下 好像得双写杠 我先试试单写杠试试啊 我写的是单写杠吗 没事先写一下啊 先试一下 然后紧接着啊 紧接着干什么啊 他又创建一个dl文件 你可以给他起名字 你可以给他起名字 叫udf.dl 你起什么名字都可以 这个叫xxxdl都行 叫什么名字都可以 我为了让你知道这是udf提权 我就写这个udf 好吗 好 然后紧接着 一执行 这个工具会干点什么事情呢 其实他就是通过 circle语句 将这个文件当中的那些功能函数 写入到了这个位置 并且命了个名称叫udf.dl文件 咱们知道circle语句是可以读写文件的 对不对 是不是可以读写文件 但是circle语句读写文件有一个 要求 有一个配置要求 有个前提条件 什么前提条件 你看着 我现在给你写一个 你现在给你写一个 当我一执行 你看这边有没有生成这个文件 如果有的话你就看到了udf.dl文件 来 看着 走 有看到吗 没有 更加工具这个地方给你报了个错误 你看看 这circle server 这circle server意思什么 running with 看这个东西了 眼熟吗 通过circle语句 写入webshell的时候 你们前面有没有讲过circle注入的时候 circle注入的时候 circle语句写入一句话木马程序 到目标主机上 select 一下木马程序 into autofile 完了 一点印象也没有 蒙了 蒙了 就是啊 就是啊 circle语句啊 在这个地方写circle select select 123 把123写入到某个文件里面去 into autofile 然后写个路径 然后写个路径 一点印象了哈 你们呀 能不能行啊 粘贴过来 比如说给的名字叫1.tsd 好吗 应该是双写 我看双写老师啊 然后加上 这个 sorry sorry outofile 这应该是不加 他说过什么 两个杠 两个杠有问题啊 一杠试试 不行 那就是加引号 再来 看 报道错误有没有发现 跟刚才的工具报道错误是一样的 为什么 就是因为 你现在我现在这个语句的意思就是说 将123写入到c盘下的1.tsd文件当中去 那sircle语句会自动在这个地方 在c盘下创建一个1.tsd文件 并且里面的内容是123 好吧 sircle语句想进行 文 这是相当于是不是通过sircle语句创建了文件 sircle语句想创建文件 必须满足一个前提条件 这个前提条件就在这呢 在其他选项当中 有一个 打开配置文件 将买sircle的配置文件打开 这里面需要加一个东西 再买sircled 中号在这一行啊 下面任意位置 都可以写 比如叫 secured 杠 file pr iv grill 等一个空的字pr 加上这个配置 人家都提示你了 就这个配置看了吗 但是它的提示写法不对啊 在这里面加配置要用下滑键 好吧 保存 保存完了之后 你改了配置文件 需要重启吧 来 重启一下 所以说 有点不提权 包括刚才 包括马上下边要说 这叫mop提权 都是通过sircle语句 要去写入文件 那这样的话 它必须开启这个配置 你才能提现成功 没有开启这个配置 你通过sircle语句 是没办法把这个文件 写入到目标组计上去了 好吧 来 那现在好了 你看我再来一下 看 成功了没有 看c番下 是不是多了一个 没看到啊 再写一次 啊 已经存在了 哎 哦 双写杠 双写杠 走 写入成功了吧 看这儿 是不是有了 123吧 哎 没问题啊 同志们 那现在你看 再来用这个工具 你再盯着这个目录 再盯着这个目录 UDF文件 所存放的目录 你想拓展函数 你就必须写这种 dl结尾的文件 并且放入到这个 固定的这个目录下 MySQL 才会自动读取的 好吧 然后现在看到 点击执行 你再看 刷新 哎哪去了 最后穿哪去了 MySQL server has gone away 你断开链接了 时间长时间没操作 自动断开链接 这是MySQL自己的默认配置 好吧 再连一下 连什么成功了吧 再执行一下 导致成功 再来看 有了没有 有了吧 就说我看这里面写什么代码 我们不能看了 看不懂 所以说现在咱们还不具备写这种 东西的这个能力 所以说不用担心 咱有工具呢 对吧 所以说在公司当中 让你测有没有这样的漏洞 你就可以拿工具 直接利用试试 好吧 直接拿对 那这样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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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讲已经 是不是这个文件 天然成功了呀 MySQL会自动读取这个文件 所以说你就不用管它了 这个文件就不用管它了 你可以干什么啊 你就可以利用这个文件了 这个文件里边有功能函数 有各种功能函数 你看在帮助里面有说明啊 说你可以啊 基于那个DLR文件 去创建一个叫做CMD shell的这样一个功能函数 Ctrl C 你可以通过DLR文件来 还可以通过DLR文件来创建函数 比如创建一个CMD shell的函数 你看它写的这个名字 是不是啊 写这个名字啊 然后紧接着回到这来 这个地方就是写SQL语句的地方 这也是个SQL语句 叫Create Function 也是个SQL语句 也就是说SQL语句里面 除了Select Update Delete 那些SQL语句之外 还可以有Create Function这样的语句 好吧 这叫创建函数 MySQL里面创建函数 好 那我就直接 它语句帮我写好了 对不对 我是不是执行就可以了 对吧 那我就先执行一下这个SQL语句 执行完了 执行完了之后 你看帮助下边紧接说什么 说什么 他说哦 你就可以通过Select 然后加上这个函数名称 你刚才创建的函数名称 这里面加上操作系统指令 就可以执行操作系统的命令了 来把它拿过来 Pontro C 把它帽子 然后放到这个位置了 然后直接这里面就可以写指令了 比如说写个NetUser 执行操作系统指令啊 看着 走 看结果 有没有执行成功 有 有吧 然后这个地方 你是不是就可以添加用户 添加一个管理员组 这不就完事了吗 对不对 然后紧接着它下面还可以干什么 你可以删除 你要想不用 不想用这个函数来 你可以删除它 找不完更深 啊 ok了吧 兄弟们 嗯 NetUser 比如添加个用户啊 添加个 张峰吧 张峰这个用户在我那里面没有 是不是 张峰密码13 3-AD 然后 At4 Net 什么 添加 官员国 Net Group 是Net Group Local Group Net Local Group Local J-O-U-P Group 然后呢 Adminis T-O Adminis 然后呢 烧个S 然后-ED 是不是 不对不对 拥护名称你还没写呢 你要把哪个 中复天下的管理员做了一下 张峰 然后-ADD 是吧 好 再点击执行 执行完了啊 咱们去看目标主题上 有没有看到啊 啊 张峰有了没 这不就成了吗 这是UGFT前 我停一下视频 大家休息一下啊